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役球员第二位破70分的球员 上一位是太阳队的布克 不过米切尔使含金量更足 因为其实对善于防守与团队作战 加上米切尔其实是下半场才开始发威 相较之下 布克掌握了大量球权 其实米切尔这次的爆发绝非偶然 本赛季至今 不止场出赛36.7分中拿下了联盟第四高的29.3分 且每场都能够命中四季三分球 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41.3% 加上米切尔还擅长突破禁区 靠这两大沙所见 让很多网友经常把他拿来与詹黄比较 关键评论部分 延续米切尔的爆发话题 更多业内人士开始谈论詹黄时代如何结束 也就是下个赛季詹姆斯将在哪一个球队退役 不同于在忽人队退役 等于放弃了总冠军 只为了赚进大笔票房 一些媒体甚至认为 詹姆斯最终仍会落叶归根 还是选择在老将底薪或者是中产特利加盟骑士 一方面弥补骑士最缺的三号位 同时也能够再次冲击总冠军 不过就当下的薪资来看 骑士队不太可能通过交易得到詹姆斯 无论怎么样 相信詹姆斯看到米切尔的表现 也会萌生出回归骑士队的看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派员关键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